温馨提示, 是呀, 我们又讲 TVB 不适合看、不适合听, 不要浪费时间 留言注意试课, 又爆粗又讲政治 玩人身攻击还开名, 全部禁止 每集留言功能两日后关闭 想讲两句, 手法有, 手慢无 今天三连发的最后一集, 几乎等了一个星期 现在才来到这个话题 星期日播出的声声不息第十一集 为何等到现在才分享呢? 一来今个星期多话题 二来知道每一集都有人下载字幕 搬到另一个平台出post 间中一集就当交流, 我都可以接受 但如果每一集都是这样的话, 就不太好 动力真的会大减 好了, 入正题 今集比上一集精彩好多 打头阵的有叶善文, 瀟灑走一会 现在几乎所有旧曲重唱都要改编 有时会怀疑是否有这样的必要 难得叶善文这次选择 将瀟灑走一会原则原微呈现舞台 非天爷爷不敢说瀟灑走一会超越时间 到今天仍然是滑时代 但肯定这首歌是代表了一个时代 1991年, 走到2022年 今天还可以看到原创 在台上几乎原封不动重现瀟灑走一会 好听之余也多了很多感动 《爱的根源》实在太难超越 因为谭永伦太过成功 除非没听过原唱, 否则很难接受 另一个版本 有朋友说, 《爱的根源》不适合女生唱 李文再好都是非战之序 其实李文也花了不少心思 尹石旁的天制、善我的家园这一段 每一句的尾音都有设计 几乎每一次都有少少改动 但非天爷爷略嫌多了一点 天制繁星闪闪, 光是直线走的 幻想一下太空都是放射式的发放 李文加入的尾音即是扭了几下 似海水波浪式的流动 不似星空 放起刘美君爱事无捱 可能会适合些 周北长、安琪、醒醒 是当晚其中一首期待作品 很多人一直都期待 林亦年的歌终于等到 舞台效果和舞蹈編排都有高水准的表现 无论是舞步和打扮 但都加入了Michael Jackson 的元素 跳唱对于他们来说 是绝对不成问题的 非天爷爷唯一觉得可以改善的 就是副歌醒醒的咬字 醒字本身收音是比较快的 而且尾音即是呃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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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很討厭,但真心很棒 林曉峰,馬賽克樂隊 朋友,這首歌不算是很高難度的歌 最初真的沒什麼期望 想不到最後出奇製成,大賣友情 除了有李克勤、李文 兩個可能是史上最難請到的禍音之外 還有李健彈結他,學伯果然是學伯 李健那種文人才智的傲氣,怎樣都擋不住 舞台上播出的畫面才是最後的殺雀 勾起了很多人的情緒 就算我們觀眾沒有一起經歷過 但三個月,甚至上年傳出開拍開始 大家都好像一起經歷了一件事 感情分已經贏了幾條街 林子祥,善依純千億個夜晚 飛天爺爺真的被善依純的歌聲征服了 為什麼可以這麼厲害呢? 之前有人說他的歌聲令人想起林奕年 的確是有一點 暫時未聽過他唱快歌 不知道他會不會像林奕年那樣 可以駕馭很多不同的音樂 但單單是千億個夜晚的表現 已經不得了了 能夠跟林子祥和唱 實在不容易 要知道林子祥的音域很闊 高低也不是常人能及 難得善依純一一應付得到 雙方各自在不同段落留後 讓對方做主角各有發揮 真是不可多得的一次 夜宣級的合唱 以為千億個夜晚沒得輸 誰知楊千華無畢的可惜 我視水瓶作突然發揮 楊千華在飛天爺爺的心目中 一直不算是頂級的唱家班 但他的歌聲是有一種 和其他人很不同的特質 我不是很懂得形容 那種感覺是有點飄忽 有點迷茫 觸摸不定的 無畢有一種似曾相識的感覺 終於想到了動畫電影 幽瘦大都會裡的樹懶 他懶樣樣好像靜靜地 旁觀世態 內心好像有很多故事的德質 原來和楊千華很匹配 可惜我視水瓶座 中段加入了少少搖滾 營造前進 走到人生下一個階段的效果 最精彩是結尾進行曲的模式 令到飛天爺爺想起日本 Dream Come True 的經典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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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假如最後原來你這樣珍惜我 和猶如最結實的寶女 中間再多一些聯繫 甚至真的像Love Love Love 將所有音樂收起 來一段大合唱就更加好 看見台上楊千華的笑容 相信他都很滿意這次的演出 亦看到他都挺感觸 唱的人先投入音樂 聽的人才會感動 這一次他們做到了 嚴明熙、曾彼特、劉昔君、失戀 感覺千華隊出怪招 不同年齡、不同身份 用一些復古、古怪俏皮的編曲 將失戀改頭換面 古靈精怪的音樂 和古靈精怪的唱腔 最適合不過了 Gigi 萬不驚心又帶怪的唱腔 就像一個神話少女 分享一段小冒險 曾彼特有點像美劇 即是裡面古怪少女的老死 即假期會踩單車去女主角家 然後就在房間裡打遊戲 又或者去空屋探險那種男生 劉昔君一身老虎紋的長裙 就是劇中大膽又神化的姐姐 三個人湊在一起 其實挺怪奇物語的 中段進入懷舊搖擺 反正之前都是怪了 就怪到底 沒有編到一場整齊的舞步 就好像即興又似Party Gigi 突然去到蝕水化 其實挺爽的 美短越唱越high 千華隊出來伴舞 派禮物把氣氛炒起 清生不息的舞台 果然有很多可能性 最後 李克勤、李健、魔洞閃霸 整晚最奇怪的組合 李克勤配魔洞閃霸不奇怪 李克勤本身很好玩 但李健這個落差反而令人期待 李克勤、李健唱雨夜的浪漫 合情合理 兩個文質奔奔的歌手 唱歌就是聽唱功 李健這次的廣東話似乎又下了不少功夫 要贊 魔洞閃霸加入 和李克勤唱護花侍者 最期待的 當然又是魔洞閃霸的rap 這次加入 李克勤是相當好玩的 李克勤本來是一個口齒伶俐的人 難不倒他 總算是沒有失望的 拆開一點點 聽護花侍者 其實是有點唏噓的 當年四大天王 帥哥、跳舞、唱歌 四個都有了 人家當紅 你無法跟他們相比 李克勤怎麼辦? 唯有出奇招 護花侍者、跳舞波鞋、舊歡如夢 那段時間 覺得他很努力去找一個生存的空間 其實是蠻辛苦的 這些都不是李克勤的東西 幸好總算都是守得運開 有些事人人都做是不奇怪的 但平日不做突然之間做一點點 效果就會很新鮮 就好像Petcher Boys 兩位都是站定定的人 主音站定定 偶爾還會有少少走位 但拍檔每次都站在鍵盤前面 打風也不會動一下 有一次看他們很多年前的演唱會DVD 台上有一個小小的台街 整晚都站在鍵盤前面的拍檔 突然之間下來了 和幾個舞蹈員向左走、向右走走幾步 立即全場空洞 反應更好過唱了整晚的主音 護花侍者不見了李健 不會就這樣唱一段 雨夜的浪漫就走了吧 他一定會再出場 到時做幾個動作 就已經收到舞台效果了 果然 尾段李健突然之間 再一次出現在台上 只是簡單做了幾個動作 彈花一現 果然既珍惜又興奮 9點半開始寫稿 寫完之後是11點12分 還未開始錄音 你明白 被人按一下 就把你的心血搬到另一個平台的心情 這個星期日是最後一集的星生不息 真的有點捨不得 今天真的是三連飯三個節目 希望大家都聽完 喂喂喂喂 又說TVB 有沒有其他東西說的? 有! 來我另一個頻道 試者養的飛天爺爺 連結就在今集節目結尾的畫面 左下角就見到 記得訂閱 好 哈囉我是飛天爺爺 一個寫小說寫專欄的作者 喜歡畫畫、聽歌、看電視、看電視、看電視、高劇 極度需要存在感和感情的斜光軸 如果大家喜歡我的短片的話 不妨訂閱我的頻道 然後按這個鈴鐺 下一次更新的話就會通知你 最好幫我分享出去介紹給你的朋友 我們今集的節目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見 拜拜